今天我們的學術研討會非常的成功 從人文到醫療的專業到生技 我相信我們北伊人大家來合作 因為對我們的生技發展醫療品質一定有非常大的幫助 那再也特別感謝杜會長對北伊的貢獻 北伊人大家一起來 很難得在國內數一數二的醫療機構能夠舉辦大型的論壇 讓更多的醫師為台灣的醫療實力來發揚光大 這是我們所熱敬的 尤其是在新南向的腳步北伊大部落人口 傑出的校友在東南亞都已經散佈了據典 期待未來北伊大的校友能夠把北伊大的光榮帶到東南亞 也讓台灣的醫療實力能夠讓世界知道 北伊大加油 今天很高興從我接理事長之後 已經連續辦了第四次的國際醫療高峰論壇 每一次都很成功 而且校友們的回饋非常非常踴躍 一屆比一屆人更多 在此呢 感謝大家的支持之外呢 因為明年是非常重要 台北醫學大學六十週年慶 希望我們北伊大的醫師學會 可以跟學校一起合作 舉辦一些學術活動 校慶活動 增加北伊人的光彩 這次更集合了包括我們的紅酒 以及包括我們的音樂 更重要的是我們更新了區塊鏈 更新了細胞治療 這是一個非常收穫大的一個會議 那麼歡迎大家都能夠常常回來 回到台北醫學大學這個自己的家 醫療高峰論壇 在杜院長的領導之下 辦得非常成功 我們在杜院長的精神感召之下 杜院長真的是一位無私奉獻的一位領導者 所以我們都做得非常的愉快 北伊的校友是我們北伊的資產 就像我們台北醫學大學醫生學會 這樣的支持學校 我們非常感謝 北伊大不管是醫院評鑑 或者是醫療品質上的努力 其實都是在台灣都是名列前茅 另外一個角色是我是陳大的教授 我看到北伊大在整體學校的這個努力上 我實在是非常非常的敬佩 非常的具有競爭力 非常具有這個國際接軌的能力 所以我真的是覺得北伊大讚 謝謝謝謝同志長 給我們的鼓勵 謝謝 奇異赦 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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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